喂 妈妈 妈妈 你在干嘛 那我给你学做菜好不好 你拿手的菜 2017年 33岁的郭碧婷在巴黎时装周上摔了一跤 谁曾想 这一摔就摔到了港圈太子爷向左的怀里 向左也不会想到 摔在他面前的这位姑娘 会是自己日后的枕边人 虽然当时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在两人的心底掀起涟漪 但命运还是给了他们重逢的机会 2018年 向左和郭碧婷在综艺最美的时光顿里重逢 向左还没动心 他妈妈向太就看上了温柔又独立的郭碧婷 向太用尽全力撮合向左和郭碧婷 两人通过这档节目慢慢接触起来 郭碧婷还没答应 向太就直接在节目中喊郭碧婷儿媳 郭碧婷跟你同一组 你要他叫你什么 妈了 妈了 在节目里 向太每次看到郭碧婷都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 笑得何不拢嘴 在我家小两口的综艺节目里 郭碧婷和向左自爆 甚已经到了70岁的功能 此话一出 震惊了现场的嘉宾 为家都惊掉了下巴 这时向太出来解释 称向左从小习武 经常受伤 需要靠止痛药止疼 这才导致吃坏了肾 对此 网友们感到十分疑惑 向左身体不行 向傲也不出众 郭碧婷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呢 其实 除了向太的强势助攻外 和郭碧婷自身也有很大的关系 向左脾气暴躁 而他温文尔雅 两人正好互补 不仅如此 在节目中郭碧婷还会跪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给向左拿鞋 令网友连连直呼 这豪门媳妇不好当啦 而向太也公开直言 想让他生三胎 被网友称沦为生育机器 但由于郭碧婷生性单纯的性格 他自己并不会在意这些 并且乐在其中 那郭碧婷嫁入向家 使得到豪门宠爱 步入幸福人生 郭碧婷曾说 他不想成为只能生孩子的女人 但他现在的态度仿佛180度转变 对婆家的做法毫无怨言 众所周知 向左不善言辞 将郭碧婷哄得服服帖帖的人 必然是向太 传说中的向太陈兰 到底有何魔力 能让郭碧婷心甘情愿地改变 变成自己最不想成为的人 自从向左成功求婚郭碧婷之后 向太这样的婆婆 简直是所有女生 梦寐以求的婆婆 毕竟 在所有的家庭关系当中 婆媳关系大概是最棘手的了 公司的事 你了解到多少了 那个楼在地底层 公司今年 一人多少知道吗 郭碧婷自从嫁入向家以后 公公婆婆就把宠爱都给了郭碧婷 当初郭碧婷在弯弯待产的时候 向太和向华强就直接提前一个月飞到弯弯 等待小奶黄的出生 郭碧婷生产后更是直接帮他带娃 从小奶黄出生到现在 爷爷奶奶就没离开过 可见他们对儿媳妇有多好 昔日雷厉风行的向太和向华强 也与普通的爷爷奶奶一样 对孙女是超级的好 都想把最好的给他 向华强还经常带孙女出门 与之前硬汉的形象一点也不符合 真是隔代亲 都败在人类又在面前 郭碧婷又是向家唯一的儿媳妇 当初郭碧婷和向左在谈恋爱的时候 向太就直接在北京买房 房产正上都直接上了郭碧婷的名字 郭碧婷可谓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一次郭碧婷向公公向华强撒娇 我没钱买包包了 怎料向太霸气一句 想要哪个牌子的包包 香奈儿还是其他 我直接让人送到家里来 这句话简直太真实了 买一块农地给你 哇 那我还弄个房间 给那个郭爸爸打游戏的 我我不赔这样的 对此你们羡慕郭碧婷吗 欢迎来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